欢迎收看《日夜有楼看》 我是吴彩盈 近日二手气氛不明朗 港九新界都出现蝎样的情况 不仅只是半身盘 就连老牌屋苑都要累减过百万沽货 不过仍然都还要蝎样离场 五代理就认为这些只是属于个别例子 并不代表整体市场气氛 全港各区都出现蝎样成交 无论是传统老牌 半身盘或单塘物业都无一幸免 不过全数成交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在三四年前楼价高峰期入市 蓝筹屋苑则如冲太古城 天山各高层F室 实用面积536尺的两房 原业主几个月之前以1,150万放盘 最终累积减价200万 以950万成交 比2019年买入价1,030万 蝎了80万 单位贬值近百分之八 另一老牌屋苑九龙湾德福花园 U座中层12室 实用面积527尺 两房间隔 原业主7月开始放盘 最初叫价790万 多次减价之后 累积减价122万 以668万成交 原业主2018年以800万买入单位 持货4年 账面蝎了132万 单位贬值近一乘七 除了老牌屋苑 一些大型屋苑都有相关个案 大角水港湾浩亭 九座高层H室 实用面积369尺的单位 以两房开积 由750万减到668万 比三年前买入价695万 低了27万 差距大约是百分之四 半新盘屯门与半山都有洩药 来自一B座低层衣室 实用面积435尺的两房 吸引同区新盘 Novo Lang的向渔客入市 成交价635万 原业主2018年以656万买入单位 相隔四年亏了21万 跌幅大约是百分之三 港岛和九龙区都有单同盘 录得涉样 西盈盘63 Park Full Land 一中年租药的成交 来自低层衣室 实用面积209尺 开放式间价 成交价是565万 原业主四年前买入价 大约是612万 今次转手亏了大约47万 单位贬值近百分之八 另外长沙环清匯中高层施室 实用面积224尺的一房 7月底叫价496万 最终以480万成交 比2019年买入价493万 低了13万 单位贬值近百分之三 全香港2018、2019年买入价 早前买入价 可能2018、2019年买入价 特别喜欢买入价 或近期经济卡 想统练失业 再来让自己的家用 但都是一个小众 他又补充 三、四年前用高程数按揭 或者长交吉旗等等的优惠 救入楼花项目 现在蝕得比较多 无线电视何芷山报导 本地发展商密密透过收购旧楼 来增加市区的物业发展权 最近恒地位于土瓜环的旧楼获批强迫令 对于今年发展商收购旧楼的进程加快 分析相信是和近年疫情之下 小业主希望放售手头上的单位有关 恒地在土瓜环区的旧楼收购版图 有望进一步扩大 区内一批旧楼在上个星期批出强迫 抵价超过12亿 物业位于土瓜环道68A至70C号 获土地审材处批出强迫令 现时是一堂九层高的物业 恒地在2018年申请强迫的时候 持有大约8成6的业权 到今年6月审讯一阵 已经增持至接近9成半业权 只是剩下8个单位未完成收购 可见发展商已作两手准备 今次批出强迫的旧楼 可见楼面大约10万4千尺 每尺楼面地价大约11600元 恒地一直密密收购同区旧楼 在今年初就以底价超过9亿2千万 统一下香道 丽华加一带旧楼的业权 连同已经买入的同区旧楼 将会整合为一个大约4万2千尺的大型地盘 可见楼面超过37万呎 算是近年区内最大型的私人收购 现时恒地是区内最大型的发展 包括在去年9月以近82亿 中标市建局旗下 秘利街和荣光街项目 可见楼面超过71万呎 单计这两个项目就提供超过100万呎楼面 另外 恒地另一个位于大亨新村街17号至25号旧楼项目 都在今年获批出强迫零 抵价超过5亿8800万 如果完成收购将可以提供大约4万2千尺土地储备 对于发展商今年收购旧楼的进程加快 业界认为同疫情之下 小业主放售手上单位的意欲增加有关 去年年尾疫情开始缓和 变了收购活动又可以回合 今年申请的那些都主要是去年 就是超过了8成 今年都是投肥去强迫的 亦都是可以说疫情以来 那个市场都回净了 有些事业主来说 都稍微是降低了他们的价钱的要求 所以就导致到 由发展商就容易了完成那个拼购 去进行强迫的 今年批的强迫令 只要是因为两年前那个高峰期 两三年前有个三十多宗那个申请的高峰期 这一、两年来说 它陆续续就批出了强迫令了 陈超过说 随着内地房地产市场步入低潮 不少内地发展商资本变得紧张 亦都相计退出本地物业市场 包括旧楼收购活动 令到近期强迫旧楼以本地发展商主导 成为2019年5月之后 超过三年来最旺的一个周末 恒地旗下粉领北 One Innoval Archway 星期六首轮开售317伙 和新地旗下屯门Norferland第一A期 同日次轮消售336伙 两个盘同样职日全数沽清 已经为一手贡献超过九成交易 两大发展商亦都趁势同一晚加推单位 其中One Innoval Archway 公布的第四张价单涉及181伙 设置平均石价14842元 比第一张价单高大约5% 亦都安排在星期三进行次轮消售 包括182伙公开发售 还有三火招标 抽出最新一批 向西的A座20楼白室 实用面积209尺的开放式 设置价近327万 设价15636元 比较一下首张价单的隔离单位 实用面积和座向相同 设置价大约314万 设价15035元 即是新推单位高近百分之四 至于Norferland第一A期 加推的第六张价单 87伙自实平均尺价14398元 比第一张价单高大约9% 同时都滑出139伙 在星期三公开发售 另外招标一伙顶层特色单位 即是说这两大新介新盘 将会再次在星期三正面交锋 同日公开发售321伙 抽出Norferland第一A期 最新一张价单 向东面的一座20楼私室 实用面积235尺 开放式间价 自实价大约351万 赤价14942元 同上一张价单隔离的单位比较 自实价大约346万 赤价14725元 高出近1.5% 新盘市场回复生气 有新盘随即出击 华贸和港铁合作发展的 何文田站第一期项目 星期一命名为余一 提供844伙 其中第一A期涉及447伙 由两座住宅大楼组成 户型由一房至四房 实用面积介乎311到1615尺 主打两房户型 涉及192伙 佔超过四成 发展商透露 项目将设有三个示范单位 预计最快 今个月获批预售楼花同意书 其后就会推出市场 在韩文田区的上盖 港铁站的上盖 这类的物业就比较少 因为你在韩文田区有很多 你要合在地铁站的上盖 定价是要认真一点 可以再深思熟虑去做 我们也会跟地铁partner商量 你说参考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参考 这个豪宅 九龙的豪宅区 又或者一些新的 在市区的铁路上盖物业 九龙站 甚至港岛南岸都可以 如一第一A期 预计关键日期是2024年7月底 楼花期大约24个月 无线电视何止山报道 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投资专材 带大家去到葵冲 看看当区的铺市升值前景 从事什么生意比较合适呢 回来节目时间 葵冲区的消费群 以上班一族和居民为主 买入铺位来投资的话 风险和前景又是怎样呢 听下投资者和代理怎样说 投资得葵冲区呢 我形容四个字 就是意入难出 为什么意入难出呢 买得铺的人有这么多家的身家 多数先投资港岛区 因为它生活圈子范围 之后就投资九龙区 由占王区它去得多 再投资它觉得新界有前景 就去荃湾、元朗、屯门 天水围、洪水桥 真的买到来葵冲 就一定是买了荃湾才来葵冲 不少人对于葵冲的印象 都是传统工业区 的而且确 区内是以工业大厦为主 商业、住宅的元素相对少 区内的地铺数量不多 而且位置相对分散 讲起葵冲 其实只有三个地方投资铺 上葵冲、中葵冲和下葵冲 上葵冲、尼木、树村 没有泡卖 中葵冲多数是 多数的泡在这边 下葵冲都是没有泡卖 就在礼景站附近的时候 但中葵冲的时候 通常人们讲到哪里呢 有个商场很出名的 叫葵冲广场 有很多汤泡卖出来的 食肆赚钱的 很多干货、很多草本 现在放售出来的 或者去到光归围 很多车停在那里 很多宵夜食 或者就上到现在站在这里的 和宜合道、石离村 附近这里的时候 很多民生的消费 区内私楼供应不多 主要以公居屋为主 居民数量也不少 区内的生意 都是以满足民生需求为主 整个葵冲来看 大部分都是以服务原居居民为主 所以大部分的店铺 都是一些民生的用品店铺为主 包括有可能是诊所 五金、水电 甚至大家看到护老院都多 但当然食肆那方面 也是比较丰富 多数都是一些大众化的食肆比较多 茶餐厅、地道菜、酒楼也会多 大型商场、新都汇那些 高档次、高消费少少的产品 就会比较多 随着工业日渐适味 工厂大厦有不少已经开始转型 譬如活化工厦 引入更多商业元素 又或者将部分工厦 拆除去改为商业大厦 虽然区内的改变有不少 但整体来说 欠缺大规模的长远基建发展 整个葵冲的发展 要推算回到70年代初 就已经一路开始发展 由一个大的荃湾区 就可能再分支出来 拆了葵青区 也都一路陆续发展 荃湾之前一路发展 卫星城市、荃湾新市镇 当它发展到差不多饱和 就向外扩展 就去了葵冲青衣区 所以很多是外区的居民 被迁征过来葵冲区 所以它的消费力 基本上都会比较差一些 不会像市中心的消费力那么高 所以大部分的商店 都是服务原区居民 但是说那个区域的变化 主要集中 我们就看一些旧楼重建 尤其是工业类别 因为大家看到 其实沿着大连牌道也好 打砖平街也好 其实很多旧式的工厂大厦 在70年代已经落成了 距离现在也说是四五十年的扭龄 开始就有很多发展商 就收购一些旧式工厂大厦 就去改建了 一改了之后 所以你看到 有一部分是改了做酒店的 亦都有一部分改了做商场 或者甲级写字楼 亦都有一部分旧式工厂大厦 拆卸重建之后 变成了一些新泳的工业大厦 那类别就不会做一些 旧式的工厂的发展 可能就会迎合一些 比较潮流新一些的一些 工商类别 或者是一些创意产业 所以未来的发展空间 主要就是看一些 旧的工厂大厦的变身 变化有多大 而且也看到整个葵冲区 很多住宅的扭龄都比较旧 但是当然 因为你的单位数量太多 做收购合并的工作 就不算太容易 这个就要看政府未来 对一些旧楼重建 或者整个城市规划 会不会有些新的配套 甚至去到公屋的部分 其实有一部分 大型的公共屋邨 是因为楼零旧 政府亦都已经清拆了 再重新再起过楼 再落城再租给居民去住 都有的 我们先到区内比较冷门的位置看看 位于葵冲中心 附近被不少住宅包围 对面就是港铁葵兴站 人流不错 铺位容易看得见 月租叫价4万5千元 葵兴站对面 现在这个单边的铺位 主要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正正在葵兴站的对面 过一条马路就是了 因为过一条马路 就走回葵冲道 葵冲道也有天桥 就过回到对面大连牌道的工厂区 所以人流都相对暢旺的 附近也是学校比较多 也有很多学生在那边消费 所以以那个铺位位置来计 人流来说应该是有保证的 商铺投资者认为 铺位位置偏远 主打消费群是当区居住 或者做事的人 担心叫租过高难以租出 刚刚那个位置的时候 就叫葵冲中心 不是葵冲广场 是葵冲中心 我这么大的儿子 这世人第一次去 那里大胜在 对面有港铁站 一边有巴士站 旁边也是葵冲村 所以外面有外来的人 住在那区工作是会经过的 胜在就是一个小行单边的位置 外面摆货的空间 摆桌的空间比较大 叫租就四万五千元 就过高一点了 因为实际上铺里面用到的空间 可能一百五十呎二百呎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能够 可以善用外面的空间的话 或者晚市的时候 放多两张桌出来的时候 这样也挺好用的 从租的层面 我觉得大概三万元左右 可以租出去的 从买卖的层面 就真的要开出来了 看到摆桌出来也好 看到一个鱼蛋档也好 在营业的时候旺 自然那间铺里的成交价是千二千万 都可以 另外再到光辉围一带看看 旁边是巴士站 参观铺位现时是一间餐厅 午饭时间有不少人在等候 吸引不少人流 铺位面积一千八百呎 叫价二千九百万 其实它的位置坐落 是葵冲道和青山公路 荃湾段 即是那个交界的段数 还有大家留意 其实它背脊那里 就是光辉围 光辉围一带 还有光辉围的停车场在后面 其实如果一些人来消费 你开车过来 可以停下车在光辉围 就算在地铁站走过来 其实都相当近 而且因为它本身 昌榮路回旋处一带 就车流很多 即是如果一些车经过 是会看到你的铺位 第一它是单边 亦的铺面都比较阔 如果那些租客的产品 或者食品的出品是好的话 如果吸引到人来这里聚集 对于整个铺位的价值 是会提升很多 上铺投资者就认为 铺位地理位置一般 目前的人流主要来自餐厅名气 如果租客改变之后 未必可以维持同样的人流 建议投资者要慎重考虑 刚刚另外看一间铺 就在光辉围 一个家宝大厦的楼下 铺就大间 人流表面上就看一看 比赛人下 但你要搞清楚 有时究竟是铺旺 还是租客旺 是两样东西 租客旺 它可以搬到另一个位置 就另一个位置旺 这间铺就马上刺 本身铺 总之是比较吊脚的 天橋底 外来人比较少 除了在那里上车下车以外 但剩下什么 大件 门面的时候 说了七十多呎 所以你买进来的时候 二千九万 说两口价的时候 二千多万左右 分分钟可以一开二 一开三 开四都可以 那时候你每一件买出街 一千多万左右 几百万货席 又很容易脱手 但那套旺 最主要是有租客的时候 本身生意好的时候 吸引到外来人 万一租客一搬就又剩下了 最后来到工业区的位置 铺位位于和宜合道 同样经营餐厅 但相比之下人流就少得多 附近都是以上班族为主 居民并不多 铺位面积大约一千一百尺 叫价一千六百万 和宜合道的这一段 主要大家看到 一边就是工厂大厦工厂区 另外一边是一些民生区 它的人流就不一定会太暢黄 因为它距离一些集体运输系统 都比较远一些 所以都是做回原区居民的生意多 如果是以餐饮类别 都是楼上楼下附近的市民 来消费的比较多 外来人士就绝少走上和宜合道这一带 商铺投资者就认为 铺位附近有足够消费力 只要经营民生相关生意 就可以维持开支 又认为现在四万五千元的叫租 属于合息范围 我都觉得比较贴市价 其实大概四万元左右 我相信会租到出街 原因是为何 日后对面有工厂区 对面有酒店 一过马路的时候 就可以来光顺 夜晚的时候 旁边的石梨村 旁边的石梨路 下来的时候也比较坠角 还有整条街的时候 你有没有留意到 就是弯的时候 它是向来弯 向来弯的话 22尺面 即使做不到生意 都有一个很大的广告效应在这里 所以做食肆也好 服务业也好 其他零售也好 一摆一间店 基本上整个区 人流经过都会见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